中华队赛前练习图由中华民国足球协会提供分享 中华男足队在亚洲北兹格赛做客土库曼前 今日先与卡达职业俱乐部Moyester SC进行对抗赛 总教练怀特则借机检测球员的训练成果 并将是球员表现决定日后对土库曼之战的先发阵容 怀特表示每位球员都会获得出赛机会 这场比赛是很好的时机展现身手 向教练团展现自我 接下来对土库曼将市场重大战役 希望每位球员都有好表现 做好万全准备 怀特在球队会议中特别点名礼貌 黄海峻段轩及神子贵等新进球员 这是展现身手的时候 告诉选手们尽全力奋战 拿出自信好好享受比赛 期待看到这些新球员有很好的表现 此战最重要的就是展示训练成果 队长陈柏良说 打出设定战术 做好自己的本分 这场比赛也是来卡达以训的最大重点 透过高强度比赛 赶紧找到国际赛的节奏 当然最重要是避免受伤 14日亚洲北兹格赛对土库曼是最主要目标